作为一名专业演员 徐开诚凭借着自己的演技说获了极大的认可 但与大部分专业演员所学习的表演专业不一样 徐开诚虽然大学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 所修的确是芭蕾舞专业 相信大部分观众第一次听到徐开诚学习的是这个 专业都会感到吃惊 因为很少有学习芭蕾舞的男演员最后去当了演员 这其中的跨度确实有点大 但对于徐开诚来说 舞蹈和表演都是他所喜欢的 徐开诚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学习跳舞了 从开始练习跳舞到正式成为一名演员 他共有过11年的舞蹈经历 从年纪那么小的时候便坚持跳舞 甚至后来还选择了芭蕾舞专业 可见舞蹈在他的心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即便现在他已经很少再跳舞了 但相信学舞的那段日子也曾给他带来不少的乐趣 在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 徐开诚没有继续将舞蹈作为他的事业 反而从上了演员这条路 他很快便和宁道工作室达成了协议 正式成为了宁道工作室旗下的签约艺人 对于徐开诚来说从一个舞蹈生转行到演员 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但是他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演员 而在确定自己的事业生涯后 他便开始投入到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之中 希望能够将那些落下的专业知识早日补上 也希望自己能够早点给观众带来一部好的作品 虽然其中的过程略显困难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后来也成功地在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中展露头角 也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虽然很渴望通过作品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徐开诚却并非对所有资源都来者不拒 相反他会筛选掉那些不适合的 从中选出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去尝试 即使是一个小角色 只要他认为这个角色有吸引他的地方 那么他都会是上一世 而非用范围来局限自己的选择 这样的选角态度在娱乐圈还算是少见的 毕竟在大部分演员和粉丝看来 只要能够出演主角便一定是最好的 殊不知角色无大小只有选对了角色 才能够真正地拥有演员光环而非主角光环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热播的《胡珠夫人》一剧中 被不少的观众吐槽扮相难看 甚至其演技也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质疑 单从《胡珠夫人》这部剧来看 徐开诚的表现确实有点差强人意 不管是外形还是演技不足以让大部分的观众幸福 因此也希望他本人在这部剧播出 后能够有所改正 多给观众带来一些高质量的角色以及作品